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都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 租家屋有百多十万一个月 所有国际学校都在哪有救 大家不要被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像 有时我一直在看 要不要便宜些 要不要便宜些 你会发现 狂家产 当然可能真的会便宜些 租家屋有没有便宜些 租房 两房 新界 三两十年房 你仍然要1.45元 三四百尺也有两房 元朗 屯門 粉岭 沙田 都要1.45元 其实有时会这么说 越小 反而越贵 赤價這樣算下去 上星期六 我也看到了 有影片 张志恒在大陆登台 有网友说 这次不仅是唱歌 连好兄弟关志斌的眼红馆都唱了 怎样都能唱呢 也有网友说 原来张志恒在大陆登台唱 每晚有七万元 一场 如果有一半乐队也有三万五 唱几场就行 我不管多少钱 如果他想唱 也有这条数字也会不准 我真的希望你生生生 不要被人看死 不要被他妻子看死 不要被网友看死 我就不会觉得 我不喜欢落井下石又和我没错 总而言之 肯去做 如果他能够找到一个钱 如果真的有 说真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七万元 你几皮一场 三 几皮一场都有 我当你有些踏路的费 你一个月 一场 我当你两皮 让我放少一点 你应该要唱三 四场的 七 八皮的 够生活吧 还钱 慢慢还 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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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被他妻子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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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我上星期五说过 AV女優 何北彩家 其实我也不習慣 何北彩花 她昨天真的出席了 香港粉丝见面会 也很爆 主题叫Our wedding 我门的婚礼 做这个见面会 记者问他 为什么用这个来做主题 何北彩花说 因为这次是第一次来香港和大家见面 所以想想一个更特别的主题 问到你是不是 很想结婚 结婚有同景 他就怕臭 以前都享受一个人生活的 但是 最近 觉得如果两个人相处的话 都会很幸福的 记者问他 何北小姐 你有没有喜欢的人 何北彩花就显然有点害羞 他说 之前也有过几好的男生 但是都没什么特别 现在希望很快可以出现这样的人 他又说 原来他喜欢一些成熟和稳重的男性 他曾经也跟我年上的男性结婚 年上就是年纪大过他 他说外形就没什么要求 我有一个想法 就是年纪要大我很多的 很多可以令我安心 何伯 他说他曾经试过 和一个大过去29属的男性 其实他曾经记错了 他曾经记错了57 我只是56岁而已 原来人老了 以前我不会忘记这些 现在要想一想 何北小姐 好了 又问他 AV女優很多 退役转型做演艺人 我问他有没有相关的考虑 他说 其实我在2021年复出的时候 他已经做了 出来做AV女優再退出 2021年复出 他说那时候也想过三年之后退役 但是这次复出之后 2021年之后 有很多机会去见海外粉丝 好像香港也有很多粉丝 想在这里 我真的想见他们多一些 所以暂时就没有退役的想法 其实现在AV女優都已经转型了 不断搞什么签名会 老实说我还没收到封 让我打几个电话 因为很多时候 过去日本的AV女優 不一定 但是过去我们经验知道 去澳门的成人展 或者粉丝见面会 基本上 都一定有暗黑的经历人 帮他们 帮他们尝试 那河北小姐会不会呢 现在就不知道 因为这个很关乎他自己 自己制不制 又或者 他制不制 又或者 他又没有欠钱 因为你不制 你没有欠钱你不制 就真的没办法 但是你有欠钱你不制也要制 又或者你没有欠钱 他也制 也大个人在 这位女友 开头就说 你当我是什么 我拍片 你当我是鸡 但是你想想 你拍片多少钱呢 现在 你来到香港 有些人 可能港帝都给你 有些人你不知道的嘛 好吧 我们看看河北小姐那些 那些情况 这一个就是他们出席的 那个香港那个 都很多 你说我买票 给钱我真的不需要 我真的不需要 冰房 不知道哪个人 可以跟他们那晚 和河北小姐吃饭呢 河北老闻 好了 我们先看看 这个我们上次播过 他挺kawaii的 即是他的样子 其实你不要看他的身材 其实他的样子 都已经是达到 第一不是那些 整容一号 未二号眼那些 三号嘴那些 他的样子 其实真的比了很多 偶像 最近你有没有看哪个 内团有几的那些人 是什么的 出席的 说他 是不是内团有几的 江田有几的 我忘记了 江田有几的 内团有几的 说是开球礼的 你有没有看 没有 48岁 然后那些人对比 30年前 在那个胖球 开球礼 那些人现在是封存了 这几天都封存了 内团有几 48岁真的很美 他仍然是 其实我看Dr.X 只是看他 我不是看哪个的 不是看大悟狗美子的 好了 你就这样看这个样子 其实 不用你们说 怎么会不热 这些重要 OK 好了 再去 当然 有执过 没有执过 和小执是两回事的 这张照片就和刚才的照片 但这张照片更加是 邻家女孩 喂 你怎么忍啊 对吧 你怎么忍啊 好了 跟我们来香港的照片 这些就没得谈了 其实呢 是就差了 所以说是日本人 但都不是差的 OK 都不是差的 哇 你说有个 你有一位日本人 未到 20多岁 你这些什么 马佬已经觉得 为什么呢 就这样一个女孩 她不是日本人 不是AV女優 这个她都觉得OK的 笑女 Kawai的 还要你知道日本会 吵了大家五分 吵了AV女優 然后你还看过全身上下 吵了你 你连音唇上的颗蜜 都看了 然后自己 活生生在眼前 你怎么忍啊 还要向你弄个深深 下一张 真的是香港的 接受了这个 面包台还在 原来 星岛娱乐 ViuTV 娱乐 那支咪 现在不是握着 Viu和另一娱乐之咪 那支咪 放回手 你的马佬 老实说 那些camera man 记者 回去还不握着这支咪 你手握着这支咪 然后 捉了他的手气 你才拿过那支咪 你才拿过那支咪 他现在打完 拿过那支咪 用手扶一下这支咪 然后用来打飞机 叫你老母 几两个人 好 我们先回来 何不彩花 我们一定会继续支持你的 放心 好了 讲开日本 今早就传来 这个真是 这个真是 效忠一点 OK 我们先看照片 看照片 今早传出来 在星期六清晨 有人 在 靖国神社门口的石柱上面 在上面 用红笔写了 Toylet 两个字 好了 写了你都没有了 没有人找的 不过我们这个Hero来的 穿着Red Bull 红牛Mobile 1 他怕死人家不知道 将他 在靖国神社门口 那条石柱上面 写了Toylet 这两个字 OK 好了 那个情况 拍片 分享 图 顶他还在 靖国神社门口 中央 多了 旁边的那条 6点办的士 6点 去靖国神社门口 做这件事 6点9 我去成田机场 坐MH929航班 10点起飞 12点50分 我回到杭州 硝山机场 大家觉得 当然大批 小粉红大拍手掌 我们去下一场场 结果今早 那些人发现靖国神社 这样被人在 床上写了Toylet 和 阿德尿 当然很兴奋 好了 日本网民 极度憤怒 日本政府 严重證责 亦都说要去 緝拿这个 调查 甚至乎有人 袁雄 但他已经回到 小山机场 中国网友说 法案男人是知名的打假网红 鐵头 过去因为揭发三瓦海鲜市场 商家用假称 方暴海鲜 重量而爆红 不少网民 都在这个正学神社事件发生后 在杭州省的餐厅 地铁偶遇鐵头 推测什么 他在犯案之后就立即夹击反港 反国 那么快就遇到他 他当然 他不是够乱僵 老实说 我当然要谴责这些行为 政国神社 值不值得日本人去拜 就是日本人的事 对不对 你继续谴责 他们去公奉 其中有公奉一些架级战犯 那都是你可以谴责的 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但是 你要不 就继续施压 向你的伟大祖国 去打日本人 再不 你起码呼吁人 不要去日本旅行 不要去日本旅行 就不要在那里做这些 噗哩噗哩的事 射屋独尿 的打飞机 然后还要6点钟 噗哩 做完 可能车在外面等 噗哩 上机 噗哩10点钟 起飞 然后12点9 我反对他以为很威 这个打飞机 你是做不到任何羞辱神社的事 除了那些网民拍手章之外 但是加深日本人 黑狗理真 加深如果用了老师的逻辑 就是 喂 你不要去看 港浪城 的围城 即是 你认识这个导演 他将会 他就说 因为 郑保瑞是用这一部电影的成功 去宣传他下一部电影 才能得到他的邏輯 我不知道 你不让郑保瑞 已经签了那部电影 三年了 就是说要拍那部电影 也可以 好了 而这样 可能会使 在日后 有人真的要攻打台湾的时候 会製造到 一些 合理的言论 即是那部电影 所以他要强力譴責 他还说反对譴責的人 是不分青红造白 不分是非 我和他的逻辑 這個人 這樣煽動了 日本人 如果日本人真的黏在韓國仔 澳洲仔 美国仔 那些 搞咬我们 偉大祖国 这个人不是 你十恶不舍 我们偉大祖国首先 要拘捕他 不是说什么 你令到日本民间 觉得攻打这个 是有 合理性的 你激怒他们 如果是这样 那帮大陆网民 现在还当我是Hero 我和今天就全部要拘捕 所有的邏輯都乱了 你问我 很简单 你有种的 你直接进去 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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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着他 不要在门口 好像当年郭 郭小杰 郭小杰 在门口 烧着纸 只烧着纸 只烧着纸 起码 买飞着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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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赚着纸 赚着纸 没用 没用的 好了 又是日本 浪漫勇士 赢了安然 很厉害 其实这个浪漫勇士 今年我们只见他在一场 输了 输了 金枪六十 那一场没得说 金枪六十 真的跑正正中线 快地 那实际上金枪六十 最强就是千六 但是浪漫勇士 直至昨天之后 你真的可以典定 他是其中的香港 真的很难说 你如果用成绩计 用成绩计 我不单是用奖金 用去achieve到 名誉计 甚至乎给爪王陵雨 袁居民 之前那些什么美丽传承 还强得 多 真是很难违恨 加农区 是强得多 你始终会说你 achieve到的 你得到的 昨天去安田 真是厉害了 因为在今季之内 先不要说赢多少场 三个地方赢了三场 国际一级赛 包括 刚刚安田 包括 较早的时候 澳洲的郭士囤 那次真是 骑人和马 地务会 以及香港 香港 在三个地方 赢三场 一级赛 昨天自己上网上看 如何赢安田 他赢的轻松度 也挺轻松的 但是对比安田 很熟悉 安田 因为我们 2000年第1个 远征 第1匹远征 外国一级赛 国际一级赛 而赢得的马 领霞王 就是赢安田 2000年了 然后就是牛征复升 牛征复升 2006年赢安田 也赢得很利落 其实牛征复升是一只好马 香港刚刚在第18位 连续18场 一直以来 香港有这么多好手 就是1,600 去跑安田 也是赢不了 第二天 就是赢不了 这次 跟一个好位 445 引到直路最后300米一推 根本都所向披靡 难就难在 你不断远征 我建议大家 不喜欢跑马 大家有没有兴趣 大家喜欢跑马 沈习成 很激动 你说他真也好 假也好 我就 我很喜欢那些人 这么念旧 他说 访问他的时候 刚刚这个浪漫勇士 赢了终点的时候 很激动 他说 对他来说 各事 就更难赢 就是赢了 马比 但这次他就更激动 为什么呢 他说就是20年前 他当时做副链 他的师傅 他现在是这样叫阿sir 艾伦 现在过了身 带领虾王 来到日本 跑这个安田 之前 领虾王 来之前 他就很放心 叫沈习成 一手一脚 带领虾王 带领虾王过来 教他 怎样做免疫 怎样要马适征 左右跑道 吃的食物 喝水 怎样做到一丝不救 不可以在那个知识 犯错 赢输 怎样去看赢输 教他很多东西 他藉着昨天的访问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 他在这个访问里面 他不是说赢马 不是说什么 是他怀面孤人 到现在都很感谢阿sir 他说这次能够赢得 浪漫用事赢得到安田 对他意义很重大 亦都希望 外伦 他师傅 阿sir 在天上 都会 为他们娇傲 和成一班同事 我对沈习成是一般一般 但是 凡是念旧的人我都喜欢的 一人无缘人 每一个人都一定有好 或者不好 就算现在 你们 刘世良 刘世良 很糟糕 或者他真的很糟糕 但是一个人 他怎样都会有好的地方 我不是为他说话 不要丢论我 或者不好 看你在 什么角度和事情大小 永远都是 他就是无缘人 但是 只要你念旧 我觉得也不会太坏了 当然 你没有公权力 我们通常就 更加宽容 你没有公权力 如果你想要做什么事 你只想要破坏法治 你就 不是破坏法治 犯罚你 浪漫用事 很厉害 至此 他今年五岁 应该是五岁 不是四岁 20战 15冠三亚 两殿 全部没脱过奖金 480万买回来 现在赢了亿糕多 看款 这款似乎是破坏 金枪60的 奖金纪录 现在金枪60 他毕竟都开始退 即是年纪大 八九岁 他 看他这样的款 起码还有明年 起码一年 最少的 极高水准赛事 正在跑 可能是第一批 会过两亿奖金 他不需要赢得那么厉害 赢得大赛 好 好了 史上首批三年伯 铝黄杯 不容易 2000米 第一批 可以 赢了所有 香港 单季里面 总言之2000米 的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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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得大赛 赢得大赛 我现在太久没碰了 如果你说香港单季里面的所有赛 赛 限定的我不计算 但打给他也是冠军的 赛 香港金枪 赛 赛 2000米 香港金枪 2000米 赛 还有什么 我真的不记得 那是马米 他是唯一一批 单季赛 赛 一季 四季之内 女王杯 2000米 还是G1 OK 刚才说的女王杯 已经三场了 女王杯 香港杯和什么 金杯 香港金杯是三场 应该是这三场 应该就是如果G1 OK 单季里面赢 你如果21年赢女王杯 22年赢 什么都不算 第一批 好了 亦都是同季 第一批同季赢得香港杯和女王杯的赛区 香港杯的记录保持者 即2000米 第一批三地胜出 今年 第一批 香港 澳洲 日本 第三批 美丽全城 和金枪六十之后 香港瓶不是 香港瓶是2400米 香港瓶和炸弹金是2400米 第一批突破了一亿 这些 就不是特别厉害的 为什么呢 以前的马 例如翠河 第三批是完成 以前米大满冠的赛区 因为爪王铃宇和威尔顿都赢过 爪王铃宇和威尔顿都赢过 爪王铃宇和威尔顿都赢过 爪王铃宇和威尔顿不是一季 不是单季 老实说 这就是说命 2200万 480万 买一只 赢一亿 多少马主 一二千万马主 一场都赢 不想到 赢了 不要说那些花费 休息一会